极端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有两类人 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问题吧 人格就是不太正常的有十多种 那其中有两类是属于这个的 一个叫边缘性人格 这陈志峰就属于边缘性的 边缘性人格他什么特点呢 他好的时候特别好 对对对 然后说急的时候就急 所以他是在一个界线的两边 跨来跨去 这叫边缘性人格 他也被称作叫爆发型 所以这种人格的特点呢 你要遇到这种人的时候 就是刚才马爷说这特别对 就遇到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认松 就别再刺激他 特别认松 对彻底认松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先认松 然后慢慢去缓解他 让他能够逐渐 就是我们像脱民的 一点一点脱 不能一下就不给他这个 这是一种人格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讲的 比较麻烦的就是被动攻击人格 什么就 被动就是上次咱们提到的这个 就是扣小孩眼睛那个案子 你还记得吗 我提到过被动攻击人格 被动攻击人格 他的特点就比较压抑 他在人面前有很多东西 其实他很恨你 但是他要跟你一副笑脸 他很不想跟你说话 可是他又怕咱俩在一块待着 没话说 使劲说 你看吗 就是他是属于那个 就是他的表现和他内心 完全不一致 被动 对他很拧巴 这种人呢 你别看他表面没有事 他其实内心已经积攒了 很大的东西 他哪天一不高兴 就跟你翻脸 所以这种人他的特点就是不敢当面 他一般跟你使 蔫坏 被动攻击性人格 所以这两类人格都是属于在谈恋爱过程当中 要遇到特别小心的 但是在爱的时候能看出端倪吗 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生活当中 我要遇到一个特别客气的人 我一般都特小心 就是说话直着白咧的 你就这人你不用防他 但是这人吧 老跟你特客气 他老是那眼睛后边有眼睛 这种人你跟他相处 你也要跟他客气 然后跟他说话都要小心谨慎 对对对 这就叫被动攻击性 李老师说的好 我这辈子碰到人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不相信一种理论 就是人可以看面相 特别不相信 人怎么呢 你怎么知道人心隔肚皮 那知道肚子里怎么想 我到这个岁数以后呢 我觉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尤其眼睛 眼神不定的人是特可怕 我历史上就是碰到最坏的人 都是那种眼神不定的人 闪烁不定 就是你跟他说话 那个眼睛闪烁 他就是给人感觉 这个眼睛能往那边闪 这眼睛能往那边闪 就是非常不适 还有一种人 就是像这个上海的那个哥 把那个那个杀了哥 就那种眼神极为阴郁的人 就是他这个没有 人有阴郁的时候 或者说我情绪不好了 我们家里出了大事 都可能挺高兴一事 这人老大旁边特阴郁 就这种人 我就特特觉得特恐怖